大家好,我是艾伦大叔 人气极高的李多慧去年来台湾发展后 编起了啦啦队韩元峰 相信粉丝们对他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维基百科上也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大叔今天会更深入的来聊聊有关李多慧的故事 不免俗的先快速的介绍一下 他的资料李多慧生日是1999年8月4日 出生在韩国全罗北道泉州市 身高是164公分 不过他曾透露在奇亚虎时期的个人资料中 他标注的身高是167公分 是因为当时他觉得他看起来像167公分 所以决定标注自己的身高是167公分 他是韩国观光大学观光中文系毕业 目前是位全龙队的啦啦队成员 他的家庭成员除了父母外还有一个姐姐 他的母亲过去曾经经营幼儿园 因此在耳濡目染下 他也变得很喜欢小孩 还曾说过未来想要生五个小孩 他还拍摄过一部影片 是带着母亲幼儿园内的学生前往水上乐园玩耍 当了一日保姆 影片中看着他对父母撒娇 对小孩有耐心 而且无时无刻带着阳光弯的笑容 真的很可爱 在专访中 他表示如果没有做啦啦队的工作 他可能会选择担任幼儿园的老师 或是担任空服员 想当幼儿园的老师 主要是因为从小受父母的影响 加上自己也很喜欢小孩 而空服员的部分则是因为他是观光中文系毕业的关系 所以曾经想过担任空服员的工作 从七岁开始就开始学习肚皮舞的李多慧 是因为妈妈认为他的个性太胆小了 想借着学习舞蹈来改善他的个性 最终让他个性也有所转变 本来是不敢正眼看人的胆小个性 现在也变得较为活泼大方 不过从他的MBTI人格测试结果是INFP来看 他的真实个性似乎是一位内向的人 也因为李多慧十分喜欢跳舞 从七岁开始就一直跳舞 跳到现在 他的舞蹈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管在球场上的应援 或是个人的solo 都展现极高的舞蹈专业度 另外他在七岁到十五岁的期间 还有在跆拳道训练馆中学习跆拳道 因此他拥有跆拳道黑带事段的资历 或许未来可以考虑拍武打的电影 当个女打仔之类的 李多慧十谈到 在接触棒球之前 他只有看足球 他的出生地泉州 是全北现代汽车足球队的足场所在地 所以他从中学开始 就是全北现代队的球迷 除了会参加球队与当地社区的活动外 他甚至会购买计票 常常跑去现场观看 足以看出他对这支球队的喜爱 后来是因为跟着父母 去看了奇亚虎的棒球比赛 也成为了奇亚虎的球迷 在看比赛的时候 他发现拉拉队的工作 似乎很适合自己 于是自己就撰写了履历 投递给球队的拉拉队公司 最后也很幸运的 在二十岁的这一年 成为了奇亚虎拉拉队的成员 即使当时的父亲非常反对 然而现在他的父亲 也对这位宝贝女儿感到十分自豪 还会常常在李多慧的IG上 对粉丝们的贴文按赞 李多慧因为是先成为奇亚虎的球迷 才成为拉拉队的 所以他对奇亚虎队的爱 非常的深厚 甚至曾表示 如果不是加入奇亚虎队 成为拉拉队队员 就没有任何意义 刚加入拉拉队时 他大学都还没毕业 白天都还要上课 但是他靠着非常努力和认真的练习 短短两周就出道 让许多队上的学姐十分的惊讶 我想一个人的成功 虽然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但是努力绝对是一大关键 以别人更多的努力 就会拥有以别人更多的机会 李多慧从出道出奇 就受到了许多棒球迷的热烈关注 在聚光灯的焦点下 迅速崛起 很快就成为了人气拉拉队队员 此外 他积极的参与电视节目 广告 以及摩特尔等外部的活动 让他的媒体曝光度 让外部活动 超越了拉拉队历史上 最受欢迎的成员 福奇良 但他仍会以拉拉队活动 最为优先 参与应援的次数 也是对上最多 展现出他对拉拉队的热情 他在2020年2月24号 开通了他个人的YouTube频道 目前已经有高达 87万的订阅人数 内容是以Vlog为主 一开始是自己用iPad来编辑 后来在2022年 才开始有专业的剪辑师协助编辑 他的影片风格 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 以多会加入乐天女孩后 开始拍摄了许多 与台湾相关的Vlog 内容与品质都非常的好 完全不输台湾的YouTuber 订阅人数也是不断的快速攀升 一般YouTube的官网公布 他的频道在2023年 同时是热门创作者 但快速攫取创作者的第一名 相当的厉害 他的IG追踪人数 在确定加盟乐天女孩后 从66万人 暴增到突破百万 他的人气与知名度 快速上升 也接到了许多 广告 代言的邀约 网路上我查到了一个统计 从2023年5月 到2024年4月 李多慧参与的商演活动就有19个 之前在韩国担任啦啦队时 虽然也有广告的邀约 但是数量远小于这个数字 我们来聊聊 当初李多慧来台发展的原因 我们把时间轴 拉回到2022年10月6日的晚上 齐亚呼应援团的团长徐韩国 在IG上发表了一段话 内容是 我们不是主角 站在赛场上的选手们 才是主角 而我们的角色 是帮这些选手加油打气 球迷是为了看他们而来的 如果你想要成为主角 就去当艺人吧 你看起来很有这个能力 这段话引发了许多讨论 虽然不清楚 徐韩国一指的是谁 据了解 李多慧当天 就因为这段话 而收到了大量的负面评论 让他觉得很痛苦 并与经纪公司反应 而他所属的经纪公司并没有出来做出任何的回应 虽然徐韩国又有在发文道歉 说明那段话是自己一时的情绪 目的是在针对拉拉队 而不是特定的人 但对于被针对的李多慧 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 后来李多慧在10月15号 透过IG发布了一段文字 内容主要是说 他在这段期间 有许多言论 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有些人讲的话 变成了既定的事实 让他瞬间成为了有名人病的人 他在球场的四年里面 从来没有想过要受到关注 而且比任何人都努力的应援和训练 大量的评论和误解 堆积起来后 让他觉得 一直以来所做的努力都被否定了 最后他也在文字中 对那些支持和关系他的粉丝 表达衷心的感谢 后来便亲自终止了 与经纪公司Apex的专属合约 并持去了公司的职位 离开了奇亚虎队 但他还是陆续有参加 篮球和排球的拉拉队工作 刚好在这段时间 那天桃源对他发出了拉拉队的邀请 领队与团长都还亲自拜访他 展现了十足的诚意 最后让他心动决定前往台湾发展 而事实上证明了 他的选择是对的 在台湾 让他有了更多元的发展 像是发行了个人首张单曲专辑 固定的节目主持工作 广告和各种通告 更是借不完 甚至在今年8月 还取得了台湾就业金卡 今年 已多会转战未旋龙后 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不少风波 但都无损他在台湾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让各球团 也都试着复制 李多慧的成功经验 大叔认为 就是因为有李多慧 这位来台的韩员先驱 才吸引到更多韩国拉拉队队员 愿意来台发展 下一位韩员 会是哪一位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今天大叔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